今天我跟随采访团来到了位于大兴益庄的百度阿波罗园区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放着一排排整齐的车辆 它们就是自动驾驶的测试车 那一会儿我们就可以上车去实地的沉浸式感受一下 自动驾驶技术目前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现在已经驶出了园区在正常的道路上开始行驶 那在这个屏幕上这边会显示一个剩余的公里数 这里有一个预计到达的时间 那前方当出现比如说像红绿灯或者是左转向右转向的时候 它都会在屏幕上出现 像我们现在拐弯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飞机动车 它就会及时地停止 车辆和行人通过之后我们这辆车会再次地启动 所以它是一辆非常聪明的汽车 我们从最开始的通过车里的投放 然后本地的市民更多地去接受这种驾驶服务 作为常态化的服务出行 体验这也真的很震撼 我做了视频 欧洲侨胞的读者们 现在我们看看啊 北都的自动驾驶技术 行驶在北京的大街上 看了没有时机 我会向欧洲的读者 向我们的这个欧洲侨胞的一些社交媒体的 去播发什么 我们刚才市场的时候 有这个动机吗 有的 我们在驿庄这边是有打造这样的路口 是所有的路口 我们会有这种有计划的去进行布局 这次呢 是要来参加二十大采访报道 也特别兴奋 祖国的科技 祖国的经济发展的热心业意 给海外华侨华人也有极大的振奋 希望能把更多的内容 中国发展宣传到这个世界国地